大先生 其实这是驱鲸 他也是黑猫警长的召唤师 对于驱鲸而言 他们对食物的需求更大 因为他们的新陈代谢很快 为了维持自己的身体消耗 需要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的食物 他们经常因为食物和领地发生冲突 这是刚刚出生的小驱鲸 母亲会给幼崽喂食自己的唾液解渴 当然他们还是主要以母乳为食 这些小东西可以在两个星期内发育完全 这个时候他们也将断奶 雌性驱鲸会带领着自己的幼崽外出密食 排队 这是驱鲸母亲避免自己孩子走丢的外出方式 在自然界中 慈性是最操劳的动物 驱鲸母亲不光要寻找足够多的食物 还要照顾她的这些幼崽 这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工作 只有等待幼崽独立之后 他们才会离开母亲 而那个时候慈性驱鲸又会进入下一轮的发青期 带氏乙兽 一种长相类似松鼠的小型有带类动物 每天的清晨 他们都要花上一点时间打理自己的毛发 在这片树林中能吃的并不多 白蚁是他们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带氏乙兽拥有一条又长又粘的舌头 这是捕食白蚁最好用的工具 拥有这样的长舌 他们每天能够吃掉多达两万只白蚁 不过他们要经常舒展一下自己的长舌 这能够保证他们舌头的灵活性 这种小家伙主要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西南部